主料,老鸭800克,主料,盐,料酒,生姜,腊猪类骨,山腦,葱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鸭子解冻,洗净后斩块用了半只,腊猪类骨,用温水洗净,准备生姜片,把猪类骨和鸭肉冷水下锅中水后,捞起用温水洗净,加入电压锅,倒入开水,生姜片, 加入料酒,盖上吊刀,压豆类提筋到,准备山药,去皮切块提筋后,泡入清水中,等排气完打开加入山药,加入盐桥味后,再压20分钟即可,成熟碗中刷上葱花即可上桌,烹饪技巧,这种适马山药口感和起棍山药很相似,就是不像铁锅山药类一样煮衣会用软绵,这个要煮的时间久一点才会软绵, 鸭肉捉水后用温水洗净,这样能去除鸭肉的心味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